巴以第十三轮 凭借凯尔文开场四分钟 打进全场唯一进球 最终戈亚尼恩斯竞技主场 1-0小声邦迪比达 在赛中 主裁判迭哥疯狂抢戏 比赛进行到第71分钟时 戈亚尼恩斯竞技前锋 立马带球加速突破 被邦迪比达门将哥多伊出击棒倒 主裁判迭哥根据自己的第一感觉 判了点球加黄牌 不过在半分钟后 听取VAR意见后 主裁判维持了点球的判法 但是他将哥多伊的黄牌改成红牌 令人意外的是 主裁判在一分钟后再次做出改判 可能是在沟通上出现了问题 做出第一次改判后的主裁判 被VAR建议到场边观看录像回放 而在看完录像回放后 主裁判又将哥多伊的黄牌改成黄牌 并取消了点球判法 理由很简单 就是哥多伊的犯规地点 不是在禁区里 同时也认为哥多伊 也不是破坏了立马的绝对得分机会 在短短三分钟内 主裁判做出了三次改判 放在世界足坛也是相当炸裂的存在 因为这一次跌宕起伏的判法 引起了双方的不满 比赛因此中断了五分钟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点击右下角 订阅收藏不迷路 我们下期待会儿就会双方的主力 明镜亚视频道迷赏一份 并且是不过去了